台湾2012大选投票日在1月14号 距离除夕只差一个星期 影响不少台商回台湾投票的意愿 台气联表示已经有跟旅行社谈妥优惠 只要投票日跟除夕这两天的机票一起购买 就会有半价优惠 由于台商大多数都挺拦 蔡英文就说这是否已经涉及会选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参加台商商会受到热烈欢迎 有不少台商更在08年3月 特地搭机返台投票停马 不过明年投票日跟除夕只差一个星期 台商投票盛况只怕不复建 台气联为了鼓励投票跟旅行社谈合作 只要台商一起下定1月14号大选日 以及1月22除夕日这两天的机票 就能够享有团体票价优惠 以北京到台北为例 一般票价4000元 团体票只要2000元 等于是买一送一 旅行社为什么可以买一送一 那这一些成本上的差距是谁来补助 那如果是有人补助的话 那这有没有汇选的问题 谭英文质疑台气联是否配合蓝营汇选 因为台商大多挺蓝 可以动员台商返台 这个优惠方案是由各地的台商协会主动跟各航空公司接洽的 那不管你的支持对象是谁 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参与 所以我刚刚强调就是说 民进党会有这样的质疑呢 不仅缺乏常识 也是置外于台商 马办否认台气联配合动员 不过停蓝台商已经动起来 在华东华中华北华南都设有停马后援会 反倒停滤台商还没有动员计划 只能够压着滑水四下拉票 澳大卫是陈锦豪朱少龙台北报道